大家好,我是小赛 今天用鸡腿给大家分享一款美食 不油炸也不水煮 这样做出来的鸡腿非常的焦香、入味 烙制鲜香、细嫩、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去菜市场买了五个新鲜的鸡腿 今天的鸡腿特别的新鲜 而且这个鸡腿特别的大,肉多 将鸡腿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碗中加入清水,清水没过鱼鸡腿 用手将鸡腿搓洗一下,将鸡腿清洗干净 因为鸡皮上面有很多的脏东西 所以在清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鸡腿清洗干净 这样我们吃起来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健康 将鸡腿清洗干净之后,放在菜板上 现在我们把鸡腿去一下骨 我们把鸡腿肉少的那一面朝上 这一面肉比较嫩 然后用刀顺着骨头给它划上一刀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骨头就露出来了 接着我们用刀将鸡腿的两边也划上一刀 将鸡腿的骨头去除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鸡腿的肉和骨头已经分离了 这样骨头就轻松的取下来了 一块完整的鸡肉就切好了 没看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遍 首先我们用刀顺着骨头给它划上一刀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骨头就已经露出来了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鸡腿的骨头取下来 在去骨头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着急 慢慢的将骨头取下来 如果太着急的话 可能就会将鸡腿的肉切碎 那样就没有那么完整了 这样看起来就不太美观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块完整的鸡肉就切好了 用这个方法剔骨,又快又干净 这样吃起来就更省事了 将鸡腿切好后放入一个大碗中 碗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黑胡椒 一勺生抽 把刚刚切好的姜蒜加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可乐 这样鸡腿会更加的浓郁 再用手将鸡腿抓拌均匀 使鸡腿肉充分的入味 这里的黑胡椒既能去新增香 又能增加风味 将鸡腿抓拌均匀之后 放一旁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现在来调个味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少许白糖提鲜 一勺玉米定粉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提色 一勺蚝油 少许的胡椒粉 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将调料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 放一盘备用 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油了之后下入鸡腿 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鸡皮朝下 煎出鸡皮中的油脂 味道会更香 在煎制的过程中 我们一边放鸡腿 一边用夹子轻轻地撞动一下 使锅底色热更均匀 我们在煎鸡肉的时候 一定要用夹子不停地将鸡肉轻轻一下 这样我们在煎制的过程中 鸡皮不会烧焦 这个时候我们开中火 将鸡腿煎制一下 将鸡腿煎制一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再将鸡腿翻个面 再煎至另一面 将鸡腿煎三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闻到一股香味了 特别的香 然后我们再煎一分钟左右 将鸡腿煎制两面金黄的时候 加入两个八角 再把刚刚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扣上盖子 煮三分钟左右 时间大了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将鸡腿再煮两分钟左右 将汤汁收至浓稠 将鸡腿做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用夹子将鸡腿炸出来 放入一个碗中 将鸡腿全部炸出来之后 将鸡腿放一旁冷却 鸡腿冷却之后 放到菜板上 再用刀将鸡腿切成大一点的块 这样我们吃起来才过瘾 将鸡腿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 最后再撒上性感的小葱花 点缀一下 现在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美味的鸡腿就做好了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闻着也特别的香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鸡腿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 大人小孩都爱吃 加里莱克 做上这样一道鸡腿肉 真的是特别的有面子 大家都会夸你是大厨 这样做出来鸡腿肉炬鲜香 也非常的入味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扯的小手 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和关注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